哇 拉丝 雪花酥雪花酥老催我做雪花酥 今天搞一下 因为上面可以随便放食材吧 那我怎么会做普通的雪花酥呢 今天我就做个零食雪花酥 把这一袋子零食都搞了一头 现在光想我就兴奋了 开始变态了 棉花糖200克 有点多了 拿出来就尝一尝 嗯 这么苗糖 再来50克奶粉 多一点就多一点 然后呢是准备我们这个零食聚合体 仙背 芝士仙背 这个可能就更聪明一点 所以它叫芝士仙背 大米饼 黑雪饼 牛奶饼 蛋卷 米果卷 雪饼 泡芙 嗯 泡芙好吃 泡芙好吃 脆米片 嗯 这个没吃过 这个没吃过 米虾片 烂味鲜 还是烂味鲜 长条烂味鲜 还打一味的 小小酥 甜甜圈 黑白配 小煎饼 豌豆 称一下 这个零食的量 比棉花糖的重量 稍微高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咱就是给它倒碎 稍微倒一下就行 现在这个盆里是17种零食 OK 锅里放40克黄油 给它融化一下 我这白油融化了 怎么白不吃辣的呢 是我黄油放时间长的事吗 把我的这个棉花糖倒进去 给它来回搅拌 小火啊 开小火 这炒着炒着 它跟着一坨史莱姆似的 感觉我黄油放的有点多 说实话 这焦黄啊 现在给它们炒到这个合体 把这个奶粉加进去 哎呦不操 我这奶粉怎么感觉这么多呢 但是我是按照那个量来的呀 先试试吧 先整 是不是我唱坏了呀 那一袋奶粉是100克 我都快倒光了 然后它给我显示个50克 没事咱就继续长了啊 不要想太多了 现在是这个黏糊吃的啊 感觉差不多了 把火关了 加入我们的这个调料 不是 加入我们的零食啊 给它搅拌均匀 我感觉我的量有问题 不是我的棉花糖少了 就是我零食多了啊 我那个秤绝对是有毛病今天 哎呀 我这一块头子上全是零食啊 很怪 我现在只是感觉很怪 哎呀 太粘糊了 咱就是直接上手了 直接上手 给它揉吧揉吧 哎呦 棉花糖有点少 不太好揉 哇 拉伸这么爽 哎 哎 行了 差不多了啊 见上了 给它放到这个模具板上 给它压压平 哎哎哎哎哎哎哎 拿这个擀面杖给它擀平 啊累死了 给它往边上怼一怼 要不然它四周不太平着 哎哎哎 是不是感觉非常专业 这样到时候切 它这边就是平的了 OK 看起来就是 口味丰富 啊口味丰富 给它放室温冷静一下 对了对了 还得给它撒上点奶粉 过筛啊 差点忘了 怎么这么不均匀呢 手动给它抹一抹吧 要么 背面也要给它撒上一层啊 这背面怎么五彩冰身的呢 家庭版料太足了 OK 给它晾一会 冷却之后 咱给它切一下 按照上面这个格格切就行 哎 不会给我板 给我砍烂吧 这次感觉是属于一个大成功啊 虽然我还没吃到嘴里 哦看的不错嘛 我这个横解面看的很漂亮吧 哎呦有的切坏了 好烦啊 浅尝一下哦 里边材料很丰富哦 嗯 有点好吃哦 有点好吃 切完了给它放盘里头去 这怎么还是梯形呢 怎么切好 这几个边角料都会自己吃了吧 终于全部整完了哦 旺旺零食雪花酥 尝尝是不是那个味哦 这一块里头至少得有四五种零食哦 有豌豆 还有那个黑米饼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雪花酥你知道吗 知道 我看你不是在这放了半天了吗 那个料呢 好吃吗 这不是什么牛渣糖吗 对跟牛渣糖差不多 我操下做法应该一样 那应该感觉差不多 太咸了 里边都是零食当然甜的 确实 我还买了这个小袋子 可以给同事们带过去吃 不是等会怎么叫呢 怎么出这种声了呢 还有那个不是应该拿手套抓糖吗 怎么空手抓呢 赶紧给我改回来 我这个头也太大了 不会松不上吧 还特意买了个这什么 素风鸡还是什么玩意 OK 这太丑了 有点 有点丑 但是就这样吧 终于整完了 牛不细看感觉还挺不错的 但是细看呢 它这个边边不太好看 有的还这个烫稠稠了 但是吃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哦 等上班给同事们尝一下 这几个打开了 我肯定吃不完 也给它封上哦 这个加热器买的是真值哦 如果过年家里买了旺旺零食 可以考虑试一下这个 零食雪花酥 我买那个塔里包31种 我只用了一半可能 OK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OK 最后祝大家过年旺旺 这两天啊 就是炫零食 就是夸夸炫 还有这个 小吃 5吃 2吃 2吃 3吃